当市场上还在关注美债殖利率 昨天再度下沙到14个月来新低 曲线持续倒挂的时候 我们全球新观点却已经领先市场 看到了一个有可能是比美债殖利率持续倒挂 更危险的信号 那就是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再起 并不是说殖利率倒挂 就一定会终结这波新兴市场的多头 但是华尔街的分析是认为 这是一个警讯 因为已经有许多的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 所以在亚洲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引发了高风险资产的抛售潮 股市有可能第一个受害 源头来看一下昨天土耳其发生了什么事 土耳其再度上演了股汇双杀 因为投资人大量的抛售土耳其的股市 所以您看到了昨天 在土耳其的股市走势图当中 出现的这根黑K报就是昨天 重跌6%的情形 这个指数不仅是创下了 2016年7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更是创下了去年8月来的新低 换句话说 连续的崩跌已经让土耳其的指数把今年以来的涨幅全数都吐回去了 不仅股市出现了崩跌甚至会市的部分也是所有的资金在逃离土耳其 土耳其的货币叫做李拉 李拉对美元呢看到了它的走势图 昨天一口气也是中错了2% 在今天盘中也继续下跌超过了2% 看到了这是在土耳其的货币李拉对美元的走势 股市跌 会市跌 而利率的部分呢 李拉的隔夜互换利率飙升到1200% 这个数字非常夸张 您看到这是它隔夜的互换利率 而在整个昨天晚上突然飙升的结果 飙升到1200% 这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隔夜互换利率简单来讲就是银行间的互拆利率 我银行需要钱需要李拉 那我要跟别的银行借 借不到利率一直在飙高 所以昨天飙高的同时 代表市场上资金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所以我们从这三大现象来看 土耳其从股市击杀 会市击扁 利率狂飙 市场不禁想问 土耳其的危机 去年8月曾经发生过一次差点烟垮了全球 而这次危机到底为什么会卷土重来 而重点是这对于台湾 对于整个新兴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个忧虑可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好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土耳其的危机 因为它的李拉就是它的货币 近期大幅的波动 其实有远率还有近优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远率当中 其实李拉大幅度的波动 导火线是来自于土耳其的经济大幅衰退 您看到它的GDP创下了10年来首见衰退的情形 其实他们的GDP在去年夏天就已经发生过一次货币危机 而GDP从2018年第四季就开始陷入了衰退的情况 所以看到了发生货币危机 去年的8月 其实我们全球新观点就已经讨论过当时土耳其的情形 而货币危机发生之后 让消费者物价狂飙 因为李拉开始通膨开始不值钱 你本来要花10块钱去买一个面包 现在可能要花100块才能够买到一个同样的面包 通货膨价物价上涨 所以物价飙升的情况之下也造成了经济出现了螺旋式的下跌 它的GDP陷入了什么样的衰退呢 来看一下土耳其GDP的图 好这个GDP的图一打开来发现 原本都是呈现了证数的成长 但是在2018年的第四季 今年是2019年 去年第四季正式陷入了衰退 为负的3.05% 好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衰退 国家的经济不好 货币就不值钱开始贬值 所以看到了在里拉陷入这种螺旋式下跌的困境当中 这是里拉为什么贬值的外在大环境 但是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导火线 我们看到了土耳其的外汇储备 大幅下降 三月份以来居然在两周之内 就大幅下降了6.7%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市场上现在对于土耳其非常担忧 如果里拉越来越不值钱 我的钱放在土耳其 里拉怎么行 当然要赶快把它领出来 所以你看到土耳其的外汇储备 这两周出现了急速的下降 两周就降了6.7% 这代表资金开始在撤逃 开始在逃离土耳其 不想再以里拉这个土耳其的货币 再持有了 所以货币再扁怎么办呢 政府有动作 现在政府呢 土耳其的政府 为了防止土耳其的里拉 再次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所以土耳其的央行做了什么动作呢 他们呢让隔夜拆借的利率大升 他们提高了银行的拆借利率 为什么呢 你把隔夜拆款利率调高 我们刚才讲这个拆借利率 就是换汇或者是银行之间 我需要多少的这个货币 跟你借钱 那借钱需要利率 但是如果大家这个钱真的非常少 很抢手 这个利率就会一直飙高 利率飙高 我跟你借钱利息要较多一点 我的成本是不是就变多了 所以土耳其的央行 试图提高银行间的隔夜拆款利率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昨天突然一口气飙升到百分之一千二 这后面就是市场上揣测 土耳其的央行希望大家来减少做空里拉 这样的现象 所以才会造成土耳其看到了昨天隔夜拆借利率 大幅上升 这个大幅上升 一方面可能有政府的用意 希望大家不要来做空里拉 再者也就是因为市场上这么恐慌 所以大家更不敢把钱放在土耳其的货币 赶快换回美元 赶快换到其他的这个货币去 所以双成的效果造成了拆借利率 昨天一口气飙升到了百分之一千二 这么夸张的数字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土耳其的危机 为什么里拉会变 但是这个是大环境的原因 最近还有一个近优 一个导火线 就是土耳其在这个礼拜天 3月31号即将要举行地方选举 这个地方选举对于土耳其的总统 埃尔多安来说非常重要 这被他视为 他有没有办法继续执政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选举 这一次他在伊斯坦堡 还有在安卡拉附近 当然他要跟他的对手 一直在这些关键城市来争夺权利 但是因为经济动荡 因为经济恶化 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他的GDP 在去年第四季就已经开始衰退变成复数 通胀又失控 大家没有工作 失业率上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选举当然难度很高 所以他现在警告 市场上有一些投机者不要来借机打压他们的货币 就是里拉 那他做了什么动作呢 他为了要打击炒家 防止里拉贬值 所以政府呢 他就说了 他现在要禁止外国人来做空他们的货币 做空里拉 他禁止银行向外资借出里拉 那如果你不跟外资借 没有办法把钱借出去 就代表政府在抽银根 所以为什么昨天拆借利率会出现了急速的飙升 那这个拆借利率急速飙升 也引发了投资人抛售雇债 上演了昨天土耳其一个完美的股汇双杀 发生这样的现象 好 那看到了土耳其的总统为了要选举 现在不管是政治面或者是经济面都要控制 甚至他还做了一个动作 他说现在呢市场上有炒家 有人要刻意呢 来让他不当选 把国内的经济弄得更乱 要做空里拉 所以他现在禁止外国人做空里拉 而且如果有人看空里拉 他就要惩罚 像是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其实在3月22号的时候 曾经发出一个报告 说这个礼拜天选举过后呢 土耳其的货币将会大幅贬值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份寻常的外资报告 但是牵扯上了政治的问题 让土耳其的政府相当不满 他指控小摩说 你们这个报道误导了民众 造成股汇式的波动就是你害的 所以他们现在针对了小摩在进行调查 好我们看到这一连串来自于土耳其的这个波动 那现在呢 这个国际的专业银行天达集团的交易员说 哇21年来从来没有看到市场上出现这样的现象 因为这根本就是因为政治的事情影响到了经济的效应 短期的政治权益之际 牺牲了经济的长期实质效益 所以市场上在质疑里拉可以投资的可能性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土耳其离我们这么远 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又没有像美国啦 大陆啦 日本啦 一样这么重要 对台湾影响这么大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把这个现象拿出来提醒大家呢 很重要 因为土耳其阿根廷是去年遭遇汇率危机最严重的新兴市场 那如果今年再度卷土重来 再加上现在美债值利率持续倒挂 这真的很有可能会演变成资金逃离新兴市场资产风潮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兴市场这个最脆弱的角落 阿根廷跟土耳其再度迎来动荡 那再加上最近这个美债值利率倒挂进一步的加剧 拖累了新兴市场的货币走弱 所以你看到了新兴市场的货币 不仅土耳其的里拉在跌 其他的货币更是弱势 像是阿根廷 阿根廷的批索今年以来变了16% 昨天变了2.9% 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低记录 巴西也是一样 巴西的货币亚雷尔 昨天跌2.5% 已经是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低 南非币昨天的价格创下了3个月来的新低 墨西哥批索创下两周来的低点 连俄罗斯的卢布也创下了一周来的新低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兴市场的货币 似乎在这里又被不明的这个手在这里卷动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美债殖利率跟这些货币之间 也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因为美债殖利率再跌 记不记得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谈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下滑 跌破了3个月期的殖利率上升 这个交叉的地方就叫做利率倒挂 而最新的数字还在持续倒挂 10年期利率来到了2.374% 低于3个月期的2.43% 所以市场人士就分析了 说这就是传达一种负面的讯号 什么讯号 美国的经济在衰退 而且会不利于风险资产 跟新兴市场的资产 联准会的前主席叶伦说了 这暗示有可能真的联准会会投降 接下来会要降息 而新兴市场这些高风险的资产 抛售潮 您看到连印尼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也升到了7.66% 再者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那这个BBH的货币策略主管就说 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不利于 风险资产跟新兴市场的资产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土耳其发生了股汇 还有利率双杀的情况 再加上现在美债殖利率倒挂 而这一连串的风暴 会不会卷起这个连环效应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像是 这个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殖利率倒挂 一定就会终结新兴市场的牛市 但是很多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预警 已经有许多投资者转向了安全资产 在亚洲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 引发了高风险资产的抛售潮 所以我们看到了像是BIS国际的 这个清算银行 好 清算银行就说了 现在呢 土耳其的里拉 贬值其实算是相对严重的 各国的银行贷款违约 都陷入了巨额的损失风险 我们再看这个土耳其的风暴 就像刚才我们说 因为它距离我们很远 它在国际上占的GDP 占的这个经济地位 真的不是这么这个大 但是去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 土耳其的风暴 今年再度卷土重来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观察 这个土耳其的风暴 到底只是区域性的 还是真的有可能会衍生成 像1997年这种金融风暴 一般一环扣着一环的连环岛呢 西班牙可以告诉你 这个土耳其的风暴 会不会继续扩散 因为土耳其离欧洲近 很多的欧洲国家会贷款给 这个土耳其 所以我们光来看 如果土耳其真的发生风暴 西班牙还有这些欧洲的国家 会先受拖累 欧洲国家放贷给土耳其的金额呢 我们看到了第一名 就是西班牙的银行 西班牙的银行贷款给土耳其的金额 高达800到900亿美元 是欧洲国家当中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法国的银行 法国银行贷款给土耳其的金额 300到400亿美元 第三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呢 这个贷款给土耳其的金额 是100到200亿美元 所以如果土耳其的风暴 真的在持续扩散 这些贷款给土耳其的国家银行 当然钱收不回来 对于他们的获利 对他们股价来讲 一定会先有景趣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像是西班牙的两大银行 最近股价不太妙 我们看到了西班牙银行的个股 有两家最大的银行 一家叫做凯克萨银行 另外一家叫做商坦德银行 这两家银行从三月份以来 股价不约而同的下跌 凯萨克银行 看到了它在三月以来的高点 跌了百分之十一 虽然昨天涨了百分之1.8 但是从三月份以来 的确出现明显的波动 再者看到了这个三坦的银行 它从三月十九号来的高点 回档也跌了百分之0.8 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明显的关联 目前为止还不清楚 但是大家要除了关心美债之外 还要继续盯着看 土耳其的危机会不会从一个点 变成线甚至变成面 西班牙的股市 还有西班牙的银行股 可能会先告诉你一个答案 好那当然我们全球新观点 精彩的专题 每天都会提供给您 那在我们非凡商业台 晚上的六点半到七点播出 那也欢迎您上脸书 搜寻全球新观点粉丝团 按赞或者是上YouTube影音 再搜寻非凡商业台 或者是全球新观点 帮我们按订阅 而且开启小铃铛 每天就可以收到 我们最新热腾腾的财经话题 我们最新热腾的财经